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写什么呀 我写的是一个玄幻小说 讲的是一个算命先生 穿越到意识空间里面 然后利用那个一样五行的原理 最后练成了一个绝世的魔法师的事 挺神的 网络现在最火的最流行的就是穿越 说通俗点就是现代人跑到古代去折腾 古代人跑到现代来闹腾 但我写的这种不是那种 是西方玄幻小说 就是魔戒那种 魔戒那种 我又来闹我们十晚 我今天晚上就把它传到七点上去 七点 什么玩意儿啊 七点就是网络的一个集三地 一个七点 一个十七个 对了 我两边都传 我看看到底哪边火 你挺神的那个 红衣 你过来看看 你这是不是多洗了一个零 真的 真不好意思 你要不发现 这车就出大了 我现在就改过来 没事 郭 来了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 警察说呀 现在已经实行了快区联网 这个林建强 只要在北京城出手那些手势 马上就会被抓捕 插起来就应该关他个十年二十年的 太不像话了这事办的 他有点什么祸心肠胆 要不是他 红衣跟何叔叔 这俩主舌的鸭子能飞吗 行吧行吧你 干嘛什么玩什么劲 我跟红衣有话说 快去 给 按程序来说 林建强被抓了以后 你跟何晶还得去派出所 估计到时候你们还得见面 你怎么面对他呀 我也没想好 等真的见了面再说吧 反正我们谁都不给你压力 你好好想清楚了 自己做决定吧 是何晶吗 是我 我是派出所的 林建强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你现在和芳芳来派出所一趟 好 好知道了 知道了 谢谢啊 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 来 谢谢啊 您好 您所招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好 您所招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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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抓林建强还是挺顺利的 你们报案当天我们就去了火车站 调出了监控录像 但是没有发现林建强 后来我们又进行了全市各区的联网通报侦查 昨天晚上一位居民发现有人在卖假古董 我们去抓人 结果就是林建强 所以把你们叫过来了 真是谢谢啊 明景同事 谢谢 那那个林建强人在哪呢 我们正要送他去拘留所呢 芳芳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这我真不知道 我打他手机了 一直关机 我现在一时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 警察同志 我能跟他说句话吗 注意点你们说话的内容 你死心不敢啊你 我看你妮儿俩过得挺艰难的 他们又那么缺钱 我不想看到你们这样寄人理想的过日子 那你就偷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我也没脸见你 林建强 我今天是替孩子来的 你知道你这么做 亮亮多难受吗 你送给他两条金鱼 被芳芳踩死了 他哭了好几天呢你知道吗 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他吗 行了行了 你们说的差不多了 等会儿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叶红 我就是合金人挺好的 你跟着他 亮亮托付给他 我也挺放心的 你滚 我躲 走开吧 我躲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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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躲开哪种 你的身份 你会躲开fendimiz 我真觉得我 我真觉得我丢人 怎么是你丢人哪 他丢人 谁偷东西谁丢人 丢人的是林建强 又不是你 再说那方方也不对 他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已经走了现在 他走了 这怎么可能呢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叶红 你就别管他去哪儿了 你这事啊 你老觉着吧 有你在 我们俩就付不了婚 不是那么档子事 要真是那样的话 当初就不会离 你也别怪我兴急 反正现在 林建强也没事了 方方也走了 就剩咱俩了 你看咱俩这事 我心里怎么那么乱呢 你让我想想 你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 行 你想想吧 有事打电话 宋晴 跟你说啊 林建强被抓起来了 真的 那这回 叶红和何金之间 算清静了吧 该修成正果了 没那么简单 我看这叶红啊 心里挺矛盾的 他有什么可矛盾的呀 不过你还别说 叶红做事 是挺冷静的 那么也瞻前顾后 犹犹豫豫的 不 我觉得 他这何金还是有感觉的 你不觉得吗 咱不能让这种好事 流了产吧 这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该说的 我已经说了 好像没什么用 其实我倒是觉得 他们俩之间的感情 比咱想象的还要深呢 你看啊 一个前夫一个前妻 巧合了那么一大团事 你把他们俩怎么办 你说他们俩是不是 还挺有基础的 咱得推他们一把 怎么推啊 我有一主意 什么主意啊 时光倒流二十天 什么意思啊 解铃还心细铃人呢 这事不是因为 何金他前夕出现才发生的吗 我还得让何金去解决 知道了 莲莲 周阿姨 快快快 周阿姨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来 别告诉你妈啊 咱长话短说 你喜不喜欢何叔叔 喜欢 他对我妈妈好 对我也好 那 你想不想今后 何叔叔照顾你和你妈妈 现在有一个事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何叔叔呢 和你妈妈 两个人都非常相爱 可是你妈妈心里的顾虑呀 太多太多了 我和小林阿姨 想推他们一把 这里头还要得到你的帮助 愿意吗 嗯 你拿着这个 嗯 咱有事 短信联系 嗯 你会发短信吗 会 同学们都有手机 好好好 别告诉你妈啊 嗯 国务院长路卫议 卫议在我们城市 进行对于个人入房者 收获的准确改做事 重庆上海 今天起开证的发行事 国务院的公司 发出的进一步做 方式去打条 公司的公司 青黄的日记忆永远 最严格的日记忆 亮亮 嗯 有一件事 妈妈想告诉你 什么事 你爸爸 你爸爸被警察 抓走了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你有权利知道 妈 我长大了 我知道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爸爸这次是真的错了 妈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是吗 什么好消息 你说说 我们班班主任 把唯一一个 去优秀商业队员 参加亲子活动的机会 给了我 哎呦 你可真棒 什么时候啊 你就在明天 游乐园 妈 你一定要陪我去 我一定陪你去 你 你好好写作业 嗯 咱们马上吃饭 何经叔叔 明天早晨八点 我和妈妈在后海等你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林亮 你们同学和老师在哪儿呢 等会儿吧 等会儿应该就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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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叔叔您来了 同学来了 你怎么来了 真挤了 你安排的吧 你主意可真大你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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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呀 林亮安排的是对的 我觉得出于好运 要是不靠谱 我都不来 你听听林亮的意思 不能往随便责备你哥嘛 对吧 对 妈 您先别生气 我有话想跟您说 你看见没有 孩子有话呀 妈 您一直把我当小孩看 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谁对我好 谁对您好 对对 何叔叔 我喜欢您 我也喜欢你啊 林亮 但是我更喜欢咱们三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非常喜欢啊 比如上次我们在这儿滑冰 你高兴吗 我特别高兴 我三年以来最高兴的 您呢 我也是最高兴的一天 对啊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要能生活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照顾您 只和您 我和我母亲也可以照顾您 太好了 我们想得完全一样 那 你看呢 你们俩又说像什么 你有没有正经的 完了 咱给叶威吧 没关系 第二的话上正题 叶威 今天天气真好 咱们结婚吧 今天天气真好 咱们结婚吧 咱们去哪儿搓一顿 别呀 我要吃何柱做的饭好久都没吃着哦 行 随便说 反正我就会做那几个 鸡蛋场消失啊 你看什么呢 好吃吗 我做的饭真是越来越好吃了 好吃吗 嗯 好吃啊 搬回去啊 搬回见地儿给你做 对不对啊 好啊 哎 我说叶威啊 您这刚这中点儿都没量了 一行多啊 这地儿林亮能复习功课呀 你这不较劲吗 搬回去吧啊 搬回去吧 对啊 妈 咱们搬回数吧 我都交了人家三个月房租了 什么房租我不要了 三个月以后再说吧 行行 三月三月 三月 说好了啊 林亮 你妈可说三月啊 行没有 妈 三月以后咱们就搬回去吧 行 三个月 答应了 你妈答应了啊 三月 好 喂 是我呀 干嘛呢 没忙什么 现在送情家了 我们俩啊 促和叶红跟合金好呢 他们俩不是都离婚了吗 反正也没什么障碍 而且我们觉得 他们俩在一块挺合适的 哎 你干嘛呢 我刚从法院出来 你还挺热心这种事啊 看 这不是好朋友吗 哎呀 哎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特别婆婆妈妈的呀 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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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其实啊 我挺羡慕你们三个的 你们三个当中 只要一个人出事 其他两个呀 比当事者还要着急 嗯 我们三个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特好 哎 对 你那官司还顺利吗 我听说那对方的律师叫燕俊辉是吧 这人我听说过 出了名的刁钻 还算顺利吧 哦 对了 萧毅让我谢谢你 你带给她的国谱 她说好吃极了 哎 这样 我在上海也给你几家小吃过去吧 比如说什么糟田螺 爱吃吗 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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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当小孩了 不用啊 哼 女孩子不都爱吃这些东西吗 不分年龄的 那 那 那你实在要给我寄的话 那就 啊 最谢吧 不好寄 那我可不管啊 你说了要给我寄的 嗯 啊 啊啊 啊 谁呀这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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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要提罪线 我要吃个点 谁呀 哎 不跟你说了啊 不跟你说了啊 那算命捣乱的啊 不跟你说了嘛 哎 好 好 再见 好 再见啊 搞什么都不啊 你干活是不是 我不敢 你回家了 嗯 走了 你接个电话 给我激怀的呀 哟 真是的 干嘛去啊你 回了 回了 不是说好了 咱又庆祝一下了吗 你怎么 算了嘛 要不然 你单找一人 走了 这人怎么救了呀 接个电话 你就不得呼了 你满脸顺色 你要干嘛 还剩一样 你又炸了 出卖朋友 我最后一天 我可以 我也要走 你怎么能去 帮你 你娘 我根本身 不是 给你 来 买 您今天穿这个红面奥啊 真漂亮 真的吗 我有个小秘密要告诉您 什么秘密啊 你说 您的生日派对 何晶叔叔也会去 是谁告诉你的 你怎么知道的 小莲阿姨他们不让我说 你这孩子 你跟他们之间有多少秘密啊 就当我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喂 喂 你好 是何晶吗 是我 您哪位 我是华西医院的 医院 什么都知道 这孩子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我走什么呢 什么都走啊 你是不是跟孩子之间 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 我们之间 我没秘密 是吧 什么没有啊 他都招了 你都说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个小叛徒 还有 你们和何晶 你们今天晚上 是不是又变派好了 要捉弄我 你看看 你看你妈是个小心眼吧 谁没事老捉弄你啊 你可别想太多了啊 没准人何晶 像不像你求婚呢 就算是像你求婚 那答不答应也是你的事 朱东泉在你啊 是吧 赶紧走吧 那送情都催一好 好几遍了 赶紧走 哟 怎么了 等会儿 看看谁的短信 怎么了 妈 晓鸥 你给我看看 叶红 我有一些私人原因 不能出席你的生日宴会了 我会离开北京一阵子 别问我原因 保重 生日快乐 何晶 什么路子 他 何晶 何晶 何晶开门哪 你什么意思啊 男子汉大豆腐临阵脱逃 开门 何晶 你们二位找何晶啊 大妈 那个何晶他不在啊 好像是出去了 他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去哪儿了 我倒是不知道 今儿下午啊 我看他拉个行李走了 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你们找他有事啊 没事大妈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出远门 能出哪儿去啊 不知道 你说 他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不能跟我们说呀 什么秘密啊 方方也走了 而且是他自己支走的 林建强 在治疗所 会不会是因为他父母啊 他父母都在外地吗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他父母的事 你看他那短信 那明显的要隐瞒什么 不可能是他父母的事 那会去哪儿啊 打个电话 他电话不是一直关机吗 哎呀再打一个呗 喂 关机 你跟我说关机关机 conclus 行行行 你祝福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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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快许愿 许愿 好了 妈 快吹蜡烛 妈 你许的什么愿啊 还是我儿子对我好 了了 妈妈这辈子有你 妈妈知足了 孩子 喂 喂 叶红啊 我刚刚送秦分开 我们俩上合金家去了 她不在家啊 那个邻居说她好像真的出眼门了 你放心吧叶红 明天我去找朱大卫再问问 让思思啊 上合金工作的地方再看看去 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好 小林 谢谢你 先这样 我挂了 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吃蛋糕吧 好 干嘛呢 你这是 怎么了 说话 走 走 慢点 怎么这是 喝这么多酒 怎么回事啊 你倒点茶 行个酒 姐 你是不是太悄悄啊 坐下坐下坐下 别喝酒了 喝茶吧 我知道你们都太悄悄了 我们 我们 什么我们 所有人啊 你们肯定 都在背地骂我 是一个 一事无成的福二代吧 肯定说我是脑子寒嘛 到底怎么了 我 我的小说 不该了 什么是不该 没有一个浏览量 没有一个点击率 三十万字啊 更甭说进什么VIP 三十万字啊 不会吧 不会吧 我昨儿上网看的时候 还有一千多点击率呢 没有 那就是我自己刷的 现在倒好 连个骂的人都没有了 你别着急嘛 说不定慢慢的读者就有了呢 不可能 不该就是不该了 见不了网络小说排行榜 就等于死路一条 姐 你是不是觉得我 都不能 她失败 我写传统文学 编辑说卡了犯困 传到网上去 又刷上刀板砖 写网络文学 连看的人都没有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大笑话 人的一生挺长的 你现在说人生还早着呢 可我也活了快三十年了 我这三十年的梦想都会 就白费都碎了心都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 妈妈非要让我借他们的生意 我就一个人跑到北京来 我没想到跑到了北京会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行了 不就写小说吗 多大个事啊 别胡思乱想的了 妈 你歇会儿行吗 我从不养了我那么多年 说的是养了我这么一个无能的儿子 这是一个天哪的笑话 行了行了你去歇会儿去坐这 没事 你听我给你说起 我想了一件事 而且这件事绝对 喂 对我有帮助 好嘞 你别胡想了 想着你 肯定不是傻事 相信我 行吗你 行 开着 回家 大卫 你师父到底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 我师父 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真不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 你要不知道 那还真就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是啊 我说你师父这人怎么回事啊 他约了叶红还要我们大家伙 说到酒店去给叶红庆祝生日 这倒好 人都不见了 还说向人求婚呢 跑哪儿去了 求婚 是啊 是 我都觉得我师父这事做得不大地道 但是 这么一听吧 这真是不应该 行了行了 那我先走了 您有消息赶紧告诉我啊 您放心 只要有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行吗 行 走了 您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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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让您快点 您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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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没告诉他 不过师傅 这个事吧 我觉得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直直说 行了 你别管那么多了 总之记住 不要告诉咱们任何人 我去哪儿就行了 明白没有 好吧 小龙 小龙 喂 你这是干什么 哟 喝了一宿的酒吧 小龙 我的天 你又在厕所里 你又在厕所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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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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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哪 我的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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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了 醒醒了 小龙 哎呀 哎 哎 哎 我的妈呀 喝点水吧你 喝点水吧 哎呀 哎呀 你醒醒 咱上沙发上睡去行不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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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你要是恶心想吐了 就吐这盆里头听见没 来 脑袋整高一点 一会儿 在这边啊 这边这边啊 我的天哪 喝得吐啊 我去找了朱大卫了 他说他也不知道何晶去哪儿了 我刚才已经给酒水供应商那儿打电话了 他们说何叔叔昨天就打电话 我辞职不干了 没说原因 我们再想办法再找 不找了 既然他选择了消失 就算我们费尽心思把他找回来 也没什么意思 可是 何叔叔他为什么要走呢 可能 何晶也有苦衷吧 也许是吧 也许 我们本来就不该在一起 不说了 我和何晶的事到此为止 谁也不提了 要做什么事 他没有人 他这边 不说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俩会叫何叔叔 何叔叔 你好 王丽总 这不是乱零屋 作转就是 你怎么这点回来吧 你不超出辞了 不是 不是 什么叫辞了 公司裁员 被我赶人了呗 什么裁员 这要欺负人 我找他 你别去了 就离这儿不远 有夜市 你知道吗 知道啊 东西特别好 你这东西做得挺好的 求人干吗呀 咱自个儿 爱酒都 你跟家生产业 我生产孝顺 虽然只有俩人 也算一算六十年 比你个儿更强了 你呢 不耽误着工作 不耽误着我孩子 咱俩一块儿携手合作 共奔小客 我爱酒 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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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说这何清是不是喜欢上的 要么怎么对你那么好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跟夜红关系 我先告诉你 我爱她 我要跟她结婚 我再说一遍 你听明白没有 我爱她 我要跟她结婚 你听明白没有 林建强对你有没有感情 那是她的事 方芳对我有没有感情 那是她的事 你不能跟着别人转 我再想了好成功了 一直没得打 你不是又要跟我算水电费吧 不不不 算水电费 今天天气真好 我们 今天天气真好 我们 什么 你说什么 没有 我说今天天气真好 咱们谈谈心嘛 你前日说的是这句吗 就你听见那句 你听见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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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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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兵吧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